所以小周就是最喜欢这两首歌是不是 非要挑两首的话 我觉得这两首抬我的前两位 所以你呢 你呢 涂涂呢 因为我刚才已经 就是趁你没来的时候已经说了 就是我很喜欢牙痛 这其中一首 就很喜欢牙痛这一首 另外一首 其实我就很喜欢专辑同名这一首 情人子卑 因为这首就是怎么说 因为我听起来就会让我觉得 很容易 我觉得就是像想好说 进入我的心流 让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感人 但我有注意到 因为这张专辑里面 这首歌都是李聪帮你写的 李聪也是我十多年的好朋友 我们都认识 然后就是他这几年写的词都很好 因为他基本上我都会关注一下 想老师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你平时也是 因为你会给词人一个比较 那个free的方向去先写 所以你在这首你在写的时候 是不是你有给他提供一些想要的方向吗 还是你就直接让他 没有李聪老师我给他什么方向 他直接把计划给人家都帮我做了 这首歌很有趣哦 这首歌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就是我先跟制作人提马老师 我们先有一些回合 你看那个编曲来来回回 已经找了tech11了 我已经改到第11版了 当然中间有些小改地方 他自己也加了一上去 我们其实没改那么多版 然后改一改呢 就是公司同事到家听觉得怪怪的 就有小的方向好 然后后来老师写了这个词 他对这个编曲他有一个想法 因为他词是他写的嘛 就整个歌的那个起承转合 他有清楚的想法 我说好 那这样李聪老师 你来 我退 我退 我去想变 让你来 就是说 他去瞧那个编曲 哪边要怎么样 哪边要怎么样 那个对到他的那个词的那个 起承转合 嗯 所以最后 起到这个最后 决定是个作用 对 所以这首歌好不好 这首歌那个之前因为你在隔壁的平台 就是之前发的发的时候嘛 就是就是还没发的时候 隔壁平台你就弹唱过一遍了 对吧 就在应该是850万的时候 哇850万粉碎 在隔壁平台好厉害 就超过850万粉碎 你就弹唱过一遍了 所以这首歌最后 最后 其实这个总基调 是基调是你 但是决定意义上是他来定的 这首歌最后 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这首歌我在写的时候 它基本上旋律下去 它基本上 是什么 是什么方向 大概就框起来了 它也不能跑太远了 都在我的无几掌控之中 所以最后为什么要把 为什么会把这首歌的那个 歌名当作专辑的名称呢 我一看到这首歌 我就觉得 这个是专辑名称了 第一个是看到这个歌词很喜欢 第二个觉得说 这个就是专辑的名称了 就是说 对 我一看就觉得这是了 我最想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像这首歌 歌词在讲的 你都知道 你就是 谈感情 你会受伤 你会难过 你看那么多人 分分合合 even是你看过那么多之后 你看到的时候 你还是会感动 你还是会难过 你还是会想累 嗯 对 所以就是说 这整张专辑 以 以情来讲 以人生来讲 我们都知道 人生是怎么回事 但当你去经历的时候 你还是会难过 你还是会痛苦 你还是会有喜怒哀乐 这样 就道理我都懂 但是当事从 道理我都懂 当你进去 对 难免 情人难免还是纷纷失了眼 对 对对对 你该去欣赏 下的雪 分手就是成长 离开 失去就是你 人生组成的一部分 你都知道 问题是你去看的时候 你还是难过 对 所以这就是我最感人的地方 我觉得这首歌 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对对 所以我好爱这 看我说哭了 我也讲了 然后我还有几个 就是好几首歌 我也很感兴趣 就像开网初恋的平静线这首 刚才你也提了 就之前是给马提 有好多年以前的歌 叫初恋 然后那首歌本身我也 就是他当年的时候 我也有在听 我就觉得好好听 我很喜欢 然后后来我应该印象中 应该是19年 还是20年的时候 杨文英他又重新在 又买来又唱了一遍 然后他当然唱得更好了 因为他毕竟比法 只有是更专业的歌手 他唱得更好 然后而且又红了一遍 我有印象 当时在 反正在台湾那边 就很火这首歌当年 对那首歌叫2019 我还在听 所以就是2019年发的 小光老师为什么会决定说 要把它拿过来 而且要调了初恋的原来的填词人和熊老师 又来填了一遍一版新的词 然后再来唱它 其实我在每一张专辑都会放一首 就做翻唱 这是我的习惯 那其实开往初恋的平均线 上一张我就想放 但是没做好 没唱好 就是整个过程中不太顺利 但是在歌词的部分 我是觉得非常好的 就是我又找到启鸿老师 当年写这个词的也是他 我们都过了二十几年了 我们再来看初恋这件事情 它会是什么呢 初恋对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或者我们经过的人 它是个什么意义呢 对 所以我就跟他 他一起来这个词 我就一看就觉得对了 很有默契 都知道我们大家想表达什么 想说什么 原来所以就是重新又 有了新的这个想法跟理念 所以要把它重新 放到新的专辑里面 来让大家再回顾一下 对 就二十几年后 对初恋是什么的体会呢 我两个人 而且这首应该是最早的时候 应该是这一张 放出来最早的一首了 孙老师 对 其实就是因为 这样做的来不及做好 对 后来做好了之后 所以就当做 正好当这一张的线行曲 然后那小康老师 有一首歌 大家都很觉得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就是那一首 就是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 对 好新的一首 之前我听到 而且这 而且这首歌 有两个版本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您自己的solo版 很民谣的一个版本 然后另外一个是 跟杨和苏友合作了一个 那个嘻哈 算是加入了说唱的版本 我先问一下小周 你喜欢那个 小康老师肯定不能 不能说更喜欢哪一个 我要问小周更喜欢哪一个 哎呀 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没法比吧 这两个版本 我觉得 其实是有区别的 听起来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如果是 你放什么心境 如果是比如说 我要是可能 阎光明媚刚起床的时候 我可能就喜欢两个人合唱的版本 但比如说晚上要 要休息了 比如我想 我想这个晚上睡觉了 我就想听小康老师单独solo版本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是各个特点吧 你好会吧 不好比较 我觉得这个 水端的好 不是是真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本身 因为说唱东西本身比较年轻化 然后比较有可能 年轻一点 可能有一些青春力量一点的东西 然后小康老师 那个明媚 solo版 就很治愈的 很治愈风 很温暖的东西 还是有一些区别 那你呢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实话实说 我更喜欢solo版本 对于我来说 因为中间 我觉得solo版本 那些 就是所有的 中间的部分 小康老师唱的会更多 小康老师唱的部分更多 然后那个部分 我会觉得说更自然 对我来说是更自然的 所以就是 反正我个人是 很喜欢 很喜欢solo版 那小康老师 你自己 为什么会这次想说 要写一首这种歌来 就是因为可能以前 真的 你的资深歌迷 可能都不一定想说 会听到小康老师 有一天会唱这种歌 为什么会创作它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只有solo版 先出来 就还没有rap的 那时候刚开始是 是一个solo版 然后呢 听着听着大家 灵机一动 我想说 我觉得可以加个rap 就这歌适合加点rap 这样 然后呢 就给杨和苏听 杨和苏听的时候 也觉得他也可以 进行一些创作 所以就后来的版本 所以为什么会找到 杨和苏他 杨和苏就是 就是我们刚好有认识 我也很欣赏他的才华 是 内举不必轻嘛 对 然后我觉得加入他的rap之后 产生另外一个氛围 就像是一说的一样 他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可能是我在对一个充满焦虑的人 他说一些事情 然后他把他的问题丢回来 我们有一些话 有一些互动 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那本来我的版本 就是比较直接 就是我希望就是一个 呃 唇放松 停一下 就relax一下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我觉得各有各的巧妙了 嗯 那就是 呃 当时 创作那么心理一首歌 想问老师 你会不会想说 你的歌迷们叫 我的歌迷很宠我的呀 我做什么 他们都可以接受的呀 有戏五孔 有戏五孔 对呀 没关系 其实我以前都会在 呃 比方说抒情歌的基调下 或情歌的基调下 去加一些音乐元素啊 嗯 从我最早 我 我其实出道前 我是做重金属的 哦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包含加一些电音啊 加一些嘻哈 我都 其实也都 都做过 所以他们也 其实都能接受 但就是 我其实是 以 情绪为主 我不会说 为了音乐要怎么样兴趣 就是 救那个音乐 我是不会的 嗯 但是 知道 信任我 信任我 嗯 哈哈哈 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咱们官警们说话 其实还会有一些 呃稍微 呃 嗯 别的一些这个声音 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人 可能接受不了 就是非典型的 朱镇胸 就是 那那那你觉得 你是怎么看待 这样的声音呢 就我去这一点 这个没办法呀 就是说 你比方说 黄昏这个歌好了 大家对我的 刻板印象 可能就搞过 你怎么没有 再来一首黄昏呢 哈哈 我已经弄过了 你要我再弄一样的 我怎么怎么弄 而且那个就是 你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你会有一些 有一些变化 人不可能完全不变嘛 嗯 毕竟里面说的 唯一的不变就是变 对吧 嗯 嗯 所以和 说什么是典型的情歌 或非典型的情歌 对 我我其实 我觉得 我觉得 嗯 芭�e我承认了 哈哈 但是什么典型跟不典型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 所以后面你 对 所以后面你是想 嗯 就更多的 还是坚持自己的内心感受 还是说 还是会吸收一些大家给的 会吸收 会吸收 嗯 因为我觉得流行音乐就是 要让大家听 要跟大家互动 共 不能取高和寡 我在自己家做了很高兴 大家觉得 哎呀听不下去了 苦的歌迷啊 歌迷还要跟着你飞那么高 哈哈哈 对吧 对吧 但是那个平衡其实很难找是吧 对平衡其实很难找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嗯 尝试是一定要的 新的尝试是一定要的 但就有的东西我也不想舍弃 包括就像我会放一首二十几年前的歌 过去虽然不成熟不完美 但是那是我的过去的一部分 我还是珍惜的 嗯 所以小黄老师 那这一张专辑里面 现在已经 呃反正全部都发完了 然后也有唱过 演唱会上已经唱过的歌了 就是上次我 还是刚才提 您提到那个说 啊进入心流的那个状态 现在哪一首歌 你觉得说 呃 如果放到演唱会去唱 你会 进入心流了 然后就完全 没有意识就唱完了 现在其实只有 我问跟无名的歌有心流而已 其他因为他还没练好 所以 练团还没有练那一首歌吗 所以 不是因为就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在录音室的时候 你没有压力 你唱几遍都可以 但演唱会就one take 对 所以你就是得把它练到 就是那个肌肉记忆就是完全就是 到位才行 那需要时间啊 对 那因为现在做演唱会又这么忙 所以我现在就是 两个礼拜想办法练一首 你尽量达到那个 那个心流的状态 就心无忽忽的状态 嗯 对 现在大概就这两首 然后接下来我在练的 反正有像是这个 主打歌啊 嗯 嗯 像是实音机刚才说很喜欢的那个歌啊 也有可能 哦 所以朋友们后面 哈哈哈 老师答的很有技巧 可以取代一下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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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换歌的时候 还是要把那个 换歌就牵一把动全身 对 对啊 所以会很麻烦 就是你要换这个歌之后 那你就什么歌 前后的歌什么 要怎么弄 因为你去 因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嘛 特别是演唱会 真的好玩的 好玩的 对就很好玩 大家都很喜欢 明年的演唱会 我 练练看 哈哈哈 说不定有唱跳的东西就出来了 朋友们 哈哈哈 也不腻啊 期待啊 对对对 大家期待 其实你还是 你是一个还蛮愿意给大家新鲜感的人 对不对 我因为双子座嘛 也很好奇 哦 对 我也双子座 我也双子座 对吧 对 这脑洞比较大 最大的乐趣 对吧 对对对 哈哈哈 那想要是回到专辑来 这张专辑里面 有没有哪一首 你觉得说哇 录词来真的是难度超大的 黄鹤咯 哦 黄鹤 黄鹤那个 made you fly 对 对 啊 哦 现在都还没练好你看 哈哈哈 那个 哦那个很难 那个很难 那个要真正能够上台唱 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的 嗯 这首歌是黄亭老师给你写的词嘛 嗯 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很厉害的填词人 嗯 然后他以前很多作品也都很好 这一次 为什么会取到要用黄鹤这个来当做一个主旧歌 嗯 就呃 我是 我父亲是湖北公安人 哦 对 然后我就常常到武汉有机会 然后我从二十几年前在这边宣传的时候过桥的时候就常常看到黄鹤 嗯 哦 哦 我是 故人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嘛 是 那 那黄鹤楼下的世间 从几千年到现在都没有变 该走的走的离 嗯 该怎么样的该怎么样 我们又何必为这事悲伤 嗯 嗯 哇 哇 拔起来了 一下就拔起来了 升华升华 小老师一说就完全把这个歌中心思想一下出来 然后我刚才有起习评评评评评评评 真的要访谈 真的要访谈 就是我以前老觉得就是歌手 嗯 像以前都会有很多访谈节目嘛 你们发一张专辑可能会有比较长的宣传期 然后你们可能要到处跑 然后要反复的聊这张专辑里边的多么七个内容 但现在反而反而时代过去好像这些东西反而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就反而会听不到说 哎呀您之前没有写出来他到底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方向跟一个什么目的 但一听就觉得说有时候我觉得是要访谈过程会觉得这首歌更好听 我这样的 对真的 我觉得其实没关系 就是说当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对我有一个意义 可是听到的人他是得到另外一个意义 对他来说他的画面可能不一样 我觉得那没关系 对我来说是ok的 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不必要去跟大家真的去讲说我这首歌创作到底 我觉得那也不重要 访谈说多了大家搞不好还觉得那不是真的 对 也是 好像被您这么一说 你看 自己感受吧 对对对 对对对 一耳多听到好听就是好听哈 嗯 嗯 小周那你是你是不是还有还有几个关于这个歌的问题 嗯 其实我我还是因为我比较独独知道我可能喜欢摇滚啊 民谣多一些 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有一些很多英伦摇滚的东西元素融融进去 嗯 你就是您是为什么会选择就是突然想到要做这样的尝试或者突破 然后另外像有一些歌曲在像我问呢在可能是像歌词他在探讨一些命运或者一些宿命东西这些背后的故事就是能不能再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像像那个音式摇滚这个东西我一直都很喜欢 以前也曾经做 对对 接下来也会常常会有 嗯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我的声音跟电吉他没那么合 但是音式摇滚里面有很多是比较acoustic一点的没那么重 嗯 对对对对 很容易驾驭的 嗯 再加上这类的歌在演唱会唱那是很很有那个 对对对对 是一份共鸣感受的 所以我是会接着继续尝试我也很喜欢的 嗯 然后你像我问这个歌的话那你就说我刚开始看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呐喊的歌他是一个在问他是一个在找答案的歌 嗯嗯 但是作词人他他其实里面是有一个女的他的哦 对对 他是有一个八卦在里面哦 所以我就说这首歌当时当时说那个他去哪里了 我说小高老师因为是他你说是他写的吗 那你跟他沟通 你有没有专门问他这个他是谁 你跟他是好朋友你自己去问他啊 哈哈哈 也可以也可以 但是从你嘴里面讲出来应该更好玩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好 这个靠我去挖掘 我来我来我来挖了 然后告诉大家 那个他到底是谁 哈哈哈 所以你是问他了吧 但是他说了 那你现在选择不说 对对对对 还是他来说好的 哈哈哈 嗯 嗯 因为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说 虽然我们会想说会不会是 其实这个意象是您填在您放在里面的 所以结果还真是他他本人在里面 但是我我我get到这个意象的时候 我也get到一些别的东西 嗯 比方说我的歌名觉得说这个歌是在唱我自己 嗯 嗯 但我不是我在唱的时候 这里面的 比方说曾经消失的 曾经熟悉的歌手 现在去哪了 这歌手不是我 是别人 对对 这不是你啊 想好说演那位三十多场开呢 不是但是 就是说 其实我也经历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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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嘛 啊 我也经历过这个时期 嗯 怎么消失了这个人 也也有经过这个时期 嗯 但我在唱这个歌的时候 我那个脑海里 是我自己 嗯 那你脑海里当时想的是 哪一位 哈哈哈 肥虚的挖出来是吗 哈哈哈 对这是可以说的吗 哈哈哈 这会不会得罪人 哈哈哈 其实就是 我小时候的偶像 很小很小 儿时的偶像是刘文正大哥 哦 哦 退影了吗 对对 然后有一次我去新加坡的时候 在饭某个饭店 远远的看到他的背影经过 就是 想好就是偶像你只要看到他 你哪怕看到一个手肘 你都知道是他 我都知道是他 但是我没有机会追上他 就是啪一下就就不见了 我看到他了 哦 所以脑海里面当时你在唱 是刘文正大哥的那个背影 对小时候我很崇拜他 他的过品啊音乐啊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还在惋惜嘛 前几年还在说他去哪里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在想这件事情 哦原来是反正至少在您这边是刘文正 哈哈哈哈 好那个就是做此人李聪那边到底是谁 就最后让我来 你去挖一下 我去探究一下 我去问他 然后我来我来告诉大家 我一定要把他挖出来 今天太好奇了 说越好奇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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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要 实际上我我我问这首歌 后来我们也看了您在长洲厂 那个那个live版的那个video嘛 然后其实这首歌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这首歌 应该是蛮适合音宗舞台的 唱起来应该是会很爽的 后面会有相关的安排嘛 你说唱音宗节目啊 对啊对啊 对节目 那我今年过完再说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想探寻一点 你你你你未来这段时间会不会带着新专辑上节目的这个这个消息 大概不大概不太不太有机会吧我觉得 嗯 你去上节目人家要跟你唱让你唱新歌吗 你做梦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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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废是太坦白了 我早还没想到也是这件事 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 有机会可以 如果有人愿意请我去的话我非常乐意啊 哈哈哈哈哈哈 像各大音宗发出邀请 各大音宗就是 快尽快邀请小高老师来唱他新专辑的歌 很好 也期待别人能唱了 别人唱了 对对对对对对 别人唱也很好 或者跟别人一起合作一下 也可以也可以 新的歌手什么的 大家一起来唱 做一个新的编曲 应该也会唱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是的是的 嗯 那小老师 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说除了我问这一首 哪首歌是真的哇难度好大的一首 如果真的要唱起来的话 现场唱 这是我刚刚说黄鹤吗 哦除了除了哦对 除了黄鹤还有别的 情深慈悲也不容易啊 哦对 情深慈悲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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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比如说啊就是那个进入心流的感觉 但反而不容易拿捏那个劲吧应该 嗯就是我觉得随着经验啊就是练习不断勤奋的练习 哈哈哈 就是说我在这几年也会了一些新的技巧 包含就是真假音的转换更流畅了 对 包含就是说一些尾音的处理可能更丰富了 嗯 所以在唱这一首 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就尽量把我新学到的东西用上去 嗯 所以就是听起来会可能跟过去有一些不同 嗯 那也就是我也有意识到就是说 现在我们听歌的载体大部分是手机啊 对 对 就手机 我们以前做音乐的时候是整个做是大画面 大饱满了 嗯 对 很大很一大堆 嗯 但现在到了手机上听的时候 其实你听那个会变很大 人声会变很大 哦 人声会变很大 如果你唱很重的话哦 听起来就很硬 就是 压力会比较大 压力会大 因为那其他 其他那个伴奏没有办法来包你 嗯 比方说鼓啊 背诗啊 这些重的东西 定音鼓这些都没有办法包你 嗯 就会很很尴尬 啊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在手机上听要好听的话 就可能需要把中频解弱一点 哦 让整个歌更舒服一点 更舒适一点 所以你手机上 蛮好听的蛮好听的 蛮好听的这样子 哦 一定要到大音响上去听这样子 哦 哦原来还有这个技巧在啊 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我的体会了 好厉害啊 哦 原来还有哦 厉害吧 好厉害 完全活到老学到老整个人 哈哈哈 那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 刚才说男的 有没有哪一首就是超快就录完 火速录完 啊 我看 有没有一杯茶很快 哦 很快 揮揮手很快 啊 其实我问跟慈悲也还好了 也就是稍微慢一点 也就三个小时 一般另外两首就两个小时 还是经验累积 知道什么地方 而且唱棚跟唱现场又完全不一样 唱棚的时候该怎么样 我是这样 就是说我解一首歌出来的时候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出炸 一个叫陈亮 就跟那个橄榄油一样 所以我进录音室唱之前 这歌我不会去听太熟的 就刚好就好了 那个词来 我不会在家练个古瓜烂熟去 不会的 我就看一下大概走个几遍 你知道了 然后我到录音室去之后 就是放开心流 让他自己去流 让我对这个歌最原始的感觉 让他记录下来 也许技巧什么都还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没关系 feel到了就好了 这样 这就出炸 对出炸 然后等他真的要到现场演唱了后 那就必须晨亮了 我得练个半年 我才会比较有把握 现在是没办法 因为新歌大家听不到 所以我就赶快在演唱会要唱了 其实时间还不够的 所以我半年的时间 那出炸跟酿 他会不会有区别 他会不会有区别呢 就比如因为你旁里比如说出炸的感觉 就是说出炸到成酿中间要经过一段很痛苦的时期 就是说你会很纠结在那个时期 就是说你还不知道这样好那样好 真的对我到底该怎么办 那一段一轮再创作了 是不是小王老师 都有一点再创作的感觉 都有点再创作的感觉 对 但那个过程中我是有点会害怕 因为有时候你会进去不来 歪掉了或降细或怎么样 不知道 所以在录音的时候 我尽量不要去那里 我在前面的时候 我就尽量做掉了 后来我在练习的时候 我是会经历过那一段的 就觉得怎么唱都难听 会觉得怎么唱都难听 而且当时的感觉不见了 所以这时候我得去把本来的东西找出来 再听 再对 然后再加上新的肌肉记忆 新的一些熟悉的 对旋律的熟悉 对换气的熟悉 对咬字的熟悉 这些都熟悉 全部都很好了之后 然后再去对那个情绪 把情绪对上来 这样需要时间 那就以往的经验来说 就是之前的出过的歌来说 你觉得你的理想状态 这首歌是更偏向于最早的那个出炸版本 还是说你后来的想要的这个经验 经验版本 我其实没有办法决定 就最好是出炸 他就是赶快就录完了 那当然开心啊 但有的歌就是录不好啊 你像海永初见的平行线 你像黄鹤 你像那个之前我有一首秋觉 秋觉我还录了三年 就是中间怎么都找不到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这技巧太难了 我在出炸的时候做不到 出炸的时候就是 你在你可以能力的范围之内 你去做不到 做不到就得放啊 最后就我没有办法控制 最好是出炸 但是不得已就成量 嗯 哦 好 那反正刚才这一张专辑 我们基本上大粉的歌全部都聊过了 然后也了解了一些背后的秘心 秘义的小故事 那个小康老师也跟我们聊了 然后跟大家也都说 就是说后面的演唱会长次 还会继续开 然后开的过程当中呢 歌单会变化 而且还会加入新的歌 而且刚才如果你们又认真看的话 大概已经会猜到是哪一首歌 后面会会开始 新的歌会开始在后面唱了 朋友们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可以回去看回访 那希望大家多多听啊 我在我在选什么歌的时候 是看那个歌的那个 大家听的那个那个次数 哪一个比较多啊 哦 在平台上面会小康老师 会听得多 演示出来哪一首 对 你们听得越多 小康老师选唱这首歌的几率会越 比较大 嗯 那小康老师最后我们来 说个本 那个想说看看您这边 能不能给我们唱着 这张转子里面某一首 你觉得想要唱给大家的歌 嗯 给 清唱 然后我唱 然后你就唱 情人 慈悲 可以 啊 哇 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 心上换几时会下的雪 情人路过多少伤没变 难免还是纷纷失了眼 送给大家 谢谢 好的 大家后面请大家进行 小龙老师后面的演唱会 然后你们多听这张专辑 然后小龙老师会唱 你们听的最多的歌 好的 好的 那小老师 就我们今天这关于新专辑 我们先聊到这 希望后面 谢谢石英鸡 谢谢 好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再聊的东西 新的内容 好的 拜拜 那我就先下线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